主料,南瓜,糯米粉,辅量,红豆沙,白糖,枸杞,把南瓜切掉皮洗干净切成小块,隔水蒸熟,用勺子将南瓜压成泥,放入白糖搅拌均匀,白糖的量可根据自己口味掌握,在搅拌均匀的南瓜泥里加入糯米粉,揉成光滑的面团不要加水,要多加些糯米粉揉得硬一些,否则蒸的时候会塌下去。 把揉好的面团分成乒乓球大小的面团,分别在面团里包上红豆沙,用勺子在面团上加上印,勾起来装点一下,蒸锅刷油这样不容易粘锅,把小南瓜放上,当火蒸15分钟,没有营养的小南瓜出锅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